高雄龙年小提灯亮相 除了超萌的可爱恐龙造型 头部更有旋转变脸的设计 从兔年的熊蜜兔 变换成疗愈的黄色小鸭 可爱的高雄雄 还可以发挥创意自行彩绘 小朋友只要转动旁边的指控 就可以装换 对 转换角色 那还有一面是空白的 那空白的这个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自行创作 可以画出自己最喜欢的表情 全台第一 手上可以变领的小提灯 今天就理孩子 自己的照片也可以贴上 停在路上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头戴小恐龙法库的高雄市长 陈其迈笑张 恐龙也是一种龙 提灯设计别注心裁 以儿童的视角 结合充满同趣的恐龙造型 希望让市民朋友会心一笑 14号到25号下午5点 在我们的16号到18号的马桶 来现场就发发 所以小朋友就直接可以在 2月20号就可以拿到 那2月24号呢 我们的大朋友 我们就统一的在 10月号到18号的马桶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林表示 2024高雄灯会 迎接黄色小鸭冲返高雄 所以才特别在小提灯 置入疗愈的小鸭脸部图案 欢迎民众和国际观光客 来趟疗愈冬日小旅行 见证高雄爱河湾碎变新风貌 新唐亚太电视李军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小怪兽的动作 可以吗 好吗 Albah 一点 感谢观看